罗马书第十四章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首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 因他感谢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 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希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 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 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性。 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 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 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凡物固然洁净,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 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感谢观看,